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是本地人还是游客 都会打心底迷上这座山水之城 从实施历史名城保护 科学开发生态旅游资源 到推进宜居城市建设 全方位打造辽东边陲最美县城 近年来 桓仁县持续优化生态环境 发展绿色产业 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桓仁满足自治县地处辽宁东部山区 森林覆盖率78.94% 是我省重要的水源地和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入府以来 当地枫林谷景区内 游客日渐增多 在山与水的交融中 享受着炎炎夏日的清凉之旅 空气呼吸起来特别足够 比较凉快 身上没有什么汗 然后呢 尤其这山串水特别的好 这整个景区各方面的景色也非常的优美 我准备带我家人下次我还得再来一次 温度也挺低一点 然后适合这边玉树 今天来的时候让他们感受非常好 然后这边后面他们还说 大概风景红的时候 那时候会非常非常漂亮 到时候可能会带着家人 一起过来带人家再来一次 枫林谷森林公园曾是国有和平林场所在地 2013年和平林场改制成立了森林公园 昔日砍树卖钱变成了植树护绿卖风景 经过九年的培育发展 枫林谷的森林覆盖率已达98.75% 加之春赏百花 夏壁暑 秋冠枫叶 冬赏雪的迷人景观 枫林谷年均吸引游客20多万人次 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让周边和平村的1200多名村民 端上了生态饭碗 依托生态环境 历史底蕴 民族文化等资源 还人满族自治县持续优化全线文旅资源 并建设配套基础设施 推动文旅资源和新兴业态融合发展 谱写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 还人满族自治县接待游客人数持续攀升 成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 不断建设全域加全季旅游项目 推动文旅业发展迈出新步伐 实现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高质量发展 全面满足个性化 多样化 多城市的旅游新需求 变生态颜值为产值的发展之路 也让冰酒 人参 优质稻米 山野菜 大真子等产品走上发展快车道 去年 以山生为主的还人现代农业产业园 列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后 来自各方的投资将加大从种植到加工 从质量标准到药用价值的科研力度 推动山生保健品乃至药品的创新和发展 开启产业带企业 企业带农户的业态发展模式 带动周边农户分享野山生产业发展红利 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生产出来的野山生品质特别特别的高 在我们生产的过程中 也带动了周边农户的共同生产 我们为他们提供相样的技术帮助 在原有的基础上 相比没有技术提升之前 每年可以提升大概30%左右的产量 截至目前 还人满足自制线山生保护面积已达65万亩 年产冰酒约1500吨 以人参 冰葡萄等精深加工为主的大健康产业体系日益完善 推动工业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农业绿色化 优质化 特色化 品牌化建设 快速发展 通过系统做好绿色发展顶层设计 坚持发展绿色生态经济 全力推进实施绿色指标体系考核 积极探索 离业碳汇经济等一系列新举措 努力将还人打造成为辽东绿色经济区 标杆区 示范区 来到本席旅游我们都有一个顺序 那就是先遇温泉水再品鲜羊汤 观山漂流横渡展翅聊天书 盛夏时节塑想燕东盛敬美誉的 本席满族自治县农医凝翠一态万千 各景区游人如知 业态火爆 本席满族自治县旅游资源丰富 山川秀美 风光以拟 森林覆盖率高达78% 是辽宁中部城市群的绿色屏障 瑰丽的山 水 林泉 洞等自然景观 与满族文化 养生文化 红色文化等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近年来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 进一步加强旅游发展的顶层设计 从体制机制创新 政策保障 资金扶持等方面共同发力 全力推进旅游的全域化发展 今年 本席满族自治县 以活跃夏秋旅游为重点 精心设计和推出了山水观光 康养休闲 研学拓展 避暑清新 自驾娱乐 民俗美食 红色教育 夜间经济等旅游产品 及精品线路 老边沟景区以万亩森林花海为依托 举办了盛夏边沟冷 菊香济浓情 避暑赏花主题活动 小市一桩新推出了热带雨林 及高空游乐体验项目 关门山 关山湖 广泛开展水文化 水利工程等系列 盐学游体验活动 在此基础上 本席满族自治县文旅部门经过整合 设计了深受游客喜爱的森林避暑油 康养休闲油 盐学娱乐油 康连励志油四条精品线路 并召开全域旅游推介会 进行广泛的推介宣传 随着各旅游产业的融合 也将使全线旅游产业凝聚出 更加强大的合力 本西丰富的自然资源 让当地群众是端起了生态范 那本西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铜江域 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北方小村庄 因临近本西水洞 不少村民在马路两旁 是开启了农家乐 但是粗放式的发展 并未给铜江一村赢得很好的口碑 直到小市一庄入住 以现代经营理念改造升级 才使铜江一村迅速火了起来 每天小市一庄都会迎来 络绎不绝的游客 庄外青山环绕 庄内小桥流水 冷水鱼畅游兮兮 每年有上百万游客前来游玩观光 小市一庄是好山好水好风光 好吃好玩好地方 小市一庄是一山傍水 鸟语花香 来自最后这个景点 让人感觉到特别放松 心灵得到解压 身体能够在这里 就像回到家的一样感觉 细节就很到位 就是孩子玩这些东西 个人感觉挺安全的 然后这些小的细节的一些 像喷雾这些东西 孩子比较喜欢比较新领 然后每一年都带家里面来过来玩 小市一庄成立于2016年 总占地面积过千亩 是集餐野娱乐 休闲度假 园林景观 生态康养为一体的 国家4A级景区 依托山水资源优势 小市一庄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以体验民俗风情 观赏青山绿水 品尝特色美食为主题 大力发展满足特色乡村旅游业 现已成为文明小尔的网红打卡地 满足村寨的建成 进一步美化了本溪县的西大门 当游客驱车经过本环公路 同江玉段时 宽敞整洁的道路 整齐划衣又极富满足 民族文化风情的店铺招牌 让游客们眼前一亮 成为进入本溪县的第一道风景 而小市一庄也成为了本溪县 文旅融合发展的窗口 我们也是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一个形式 现在线上小市一庄的纵巢和宣传 也是起到了相对来说 一个很好的作用 引来了很多在网上 看到小市一庄喜欢 来想去的家人 来到小市一庄实地进行打卡 小市一庄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家模式 不断丰富旅游业态 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为了大力弘扬满足文化 传承民族精神 小市一庄实施 乡村旅游家文化战略 以乡村文化旅游为平台 设计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景区活动 将检场舞龙 本溪社会 太平央阁等非遗文化 与景区旅游有机融合 为中外游客奉上一场场 精彩绝伦的民俗文化盛宴 产业化的发展 让旅游产业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那在七月的夏天 热浪滚滚来袭 除了空调和西瓜 玩水也能给人 带来一丝清凉 没错 常规的漂流 似乎已经满足不了 游客们的需求了 如果您有时间 怀人风铃鼓 绝对是您最理想的 避暑胜地 在这里拥抱大自然的兵工厂 体验高空漂流 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别有一番风味 九曲峡森林养八 是风铃鼓的核心游览区 三幅天平均气温只有20度 西铺成群 西水蜿蜒在沟谷中奔躺 水气蒸腾而上 营绕在山界 清凉的感觉 直扑到你的脸庞 为进一步丰富景区旅游项目 增加游客的体验感 风铃鼓景区 投资2500多万元 建设迄今为止 东北地区最长的玻璃高空水滑道 全长2021米 整条水滑道建于半空之中 穿越森林树梢 高低落差189米 包括多层大旋转 99米铜钱暗洞 黑龙台细水及七彩特效 多个S级大弯道 乘坐骑上 顺水式急速下滑 全程惊险刺激 想象一下在360度旋转的水滑道中 伴随着飞溅的水滑和呐喊声 一直从山顶滑到山下 足以浇灭夏日带来的炎热 我是沈阳的 今天来到了华音风铃谷 这里面有个水滑道 这里的水滑道 穿梭树林 特别刺激 玩得特别开心 也特别爽 回去之后 一定和我们的小伙伴们 还要再来 让人流连忘返 太美的景色了 人在山中游 在书街上的感觉 让你感受到了 从没有过的感觉 清澈的泉水打在身上 冰凉的 美美的 希望我们有机会 还要来这里玩 水滑道的沿途 景色优美 精彩 适合 非常适合年轻人 细细游玩 增加了一些基础设施 建了一条 一千多米毕米 游不到 丰富了游客的游览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也提高了 景色野员的数字 进行了培训 虽然刺激 但也安全 水滑道立柱最粗的 有32厘米 质量标准远高于 普通水滑道用缸 保证游客体验 刺激的同时 更安全更放心 呼尔穿越林中 呼尔掠过树梢 万亩森林美景 尽收眼底 天气越来越热 约上好友来感受一波 高空漂流吧 本西丰富的自然资源 也让各地是差异化的竞争 那总投资5.3亿元的江南水镇 是位于本西还人满足自治县 雅河湘 是一处极休闲 文旅 康养于一体的 江南水湘风貌的旅游景区 入夏以来 景区新推出多个夏季旅游项目 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踏着热浪而来 感受清凉一下 进入三福天 真正的考验来了 面对持续升高的气温 不少市民选择细水消暑 既锻炼了身体 也愉悦了身心 在江南水镇 室内室外游泳馆 人流量持续升高 室内室外泳池采用 国际上最先进的水循环处理系统 24小时循环 每天定时进行杀菌消毒 保证游客们的健康安全 这里面设置设备 我感觉还挺齐全的 夏天都想玩玩水 这里面有儿童的 有成人的 室内室外的 感觉室外的我挺喜欢 江南水镇整体建筑 属于江南风格 与满族民俗相结合 既彰显了北方雄伟浑厚的气势 也散发了南方 凝密柔美的魅力 在蓝天碧水演映之下 游客们漫步在水镇内 宛如到了一处 显为人知的世外桃源 在小桥流水间 还能欣赏到别区特色的花船表演 街桥环环相连 河畔房屋比林 一夜竹筏浮行于水上 小船摇曳 水影婆娑 表演者的歌声 会成了一个个灵动的音符 引领着游客进入梦里的江南水镇 华人江南水镇是一个集休闲娱乐 度假康养为一体的大型中和体 为应对暑期旅游 又增加了花船表演 紫腾长廊 水上娱乐 大型淘气宝 健身广场 舞蹈瑜伽 书画展览等多种项目 环境优雅舒适 还有烤全羊 篝火挽回 大型烟花表演 夏天是玩水避暑项目的旺季 然而温泉这个在冬天 备受欢迎的项目 却也在最近成为 大家游玩的热门选择 曾经天气一热 温泉就冷 为打破这一困局 近年来 各大温泉景区新招频出 成功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一些温泉景区负责人表示 如今景区的夏季客流量 与冬季基本食品 淡旺季差异不大 踏入本溪康熙温泉 里寮度假区 湖光山色迎面而来 温泉中有亲子家庭 正在尽情嬉戏 一派热闹景象 夏季泡温泉 就和夏天洗完热水澡后 身体感觉更凉爽 更消暑气 一个道理 在这个温泉水中 还有非常稀有的矿质元素 叫浮归冬 我们用一句成语 来形容叫浮热凝子 那么长期泡泪温泉 让我们的皮肤上 有一种薄薄的 犹如这个膏脂一样 皮肤变成光滑细腻 当然对延缓 我们的一些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包括这个关节炎 也有很大的作用和好处 康熙温泉度假区 占地约7.69公顷 建设面积4.5万平方米 总投资2.8亿元 巧妙将室内温泉 室外溪谷泡育区 水上乐园 森林养巴 果树采摘 户外拓展训练基地 百亩花海融合在一起 万平豪华西水乐园 以丛林风格为基调 随处可见 炫目闪耀的灯光带 大型人工灶浪池 惊涛骇浪 花式灶浪 如亲临大海 不激风浪 刺激而不显 最适宜亲子互动西水 洞杆潮汐漂流河 水波荡漾潮汐涌动 竹水漂流 气宜放松 宝贝水城和欢乐水寨 让孩子们在专属乐园中 收获无限快乐 有特别受小朋友们喜欢的 万平市内吸水乐园 当然也有我们大朋友 特别喜欢的设备设施 齐全的各种娱乐设施 也有我们老年人 特别钟爱的市内温泉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是一项抢救性工程 事关残疾儿童的希望和未来 以及残疾人家庭的幸福安康 今年以来 本西市全面开展 康复救助提升行动 强化康复服务能力建设 实现全市有康复需求的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全覆盖 让温暖的阳光 涂洒到每一位 折翼天使身上 在本西市一家儿童 康复科治疗中心 康复师们正在对残疾儿童 进行康复治疗 有肢体康复 言语康复 认知训练 运动治疗等各种治疗方式 经过几个月系统性 个性化训练后 孩子进步很大 从逐渐适应 到各项能力明显提升 我们通过感统训练 注意力训练 语言训练 认知行为 社交沟通 这些包括我们最先进的 AR罗亚沙盘的一个实际模拟课 来对孩子有效的一个训练 那这样的话 会让很多孩子从没有语言 他慢慢会张口说话 或者有一些有语言的 他存在一些社交沟通障碍 那我们通过这些的话 慢慢让他融入 集体融入社会 慢慢地走进学校 康复一个儿童 幸福一个家庭 温暖一个群体 今年 北溪市将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项目 纳入为民办实示范畴 明确了残疾儿童 基本康复服务救助对象 服务内容 救助标准 及服务流程等方面内容 同时 进一步规范定点 康复服务机构 资质要求 建设标准 内部管理 设施设备 人力资源和业务功能等 确保各项工作 能够高水平 高质量开展 43年的大力开展 儿童筛查工作 简化了转介流程 及时的 及时辞职救助 同时增加了 儿童定点康复机构 加大了 康复训练 业务培训 整体上提升了 服务的质量 满足了 我市儿童就近 接受康复训练的需求 再就是利用冰雪季儿童专场 助产日走访机构 慰问再去儿童等 丰富的活动 并结合儿童救助政策的选传 营建良好的 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的社会氛围 截至6月底 本新市残联 共对全市175名 14周岁以下 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症儿童 实施了康复救助 提前半年 完成全年救助任务 通过定期检查 综合评估 质量评估 年终考核等方式 全面提升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能力 不断提高 残疾儿童家庭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以上就是今天 直通事件区周末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顿 我是薛林 在辽宁沈阳 祝您晚安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